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認真少年 一個禮拜不見了 這個禮拜又到了我們做工的人說文解字的時間 一個禮拜不見 鬍子都長長了 上個禮拜我們看了第一集的精彩彩蛋之後 因為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內容實在是太精彩了 所以我們第二集跟第三集把它分在一起 一起說 如果你還沒看過第一集呢 歡迎點上方的連結從第一集開始看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片吧 Let's go 有在吃飯嗎 好 看一下有沒有吃一個非常有異國風險的地方啊 有在吃飯嗎 泰國店 越南店 感恩啦 SAMATIKA 大家在片中看到這個拍片的地點 它其實很像 我不確定啦 但是好像是中和的滑行街 那像其實台灣很多地方都有類似江河的地方 就是我們移工的聚集所 所以不管任何北中南呢 都會有一些地方 因為大家離鄉背景嘛 所以都需要一些同儕之間 或者是同鄉的朋友們大家聚在一起 你都可以到這些場域去吃一些地方的特色料理 我非常推薦 東協廣場 二樓三樓 非常好吃 好 繼續 像這一個就是阿傳可以做和食物 下班啊 黑到東西 阿傳這種就是以車為家 但是他自己有車地位的人 就是通常在工業裡面地位比較高一點 你第一件是八十萬 你要拿八十萬來可以嗎 我大家注意聽喔 就是這個地方 我禮時一開始就有你靠掉沒辦法幫你收了 你也是要拿八十萬來可以嗎 為什麼八十萬的 你要七十萬的 不對啊 哪是八十萬的 你怎麼知道我剛剛在那邊跳 我們就一天就算一塊月 那些是靠近錢不是靠後面 OK 暫停 高利在這東西喔 小利算是略懂略懂 它其實有分非常多種借法 就是一支喔 你如果有一個禮拜的 也有算十天的 也有算一塊月的 通常借錢的講法它也有分很多種 就是人家講說 靠淘柬就靠後面 意思就是說呢 像阿哥哥 阿姨仔 他這種東西靠淘柬 好比說我要借一百萬 那我要扣前面的意思呢 就是我借了一百萬 但是我當下拿到呢 其實是九十萬 但是我欠這一間 私人銀行 我欠這一間 嘖嘖 總之我欠這一間就是一百萬就對了 那雖然我拿到是九十萬呢 但是我欠它的叫一百萬 那這個東西就叫扣前面 靠淘柬 那下面就靠後面呢 我借了一百萬 但是呢 我中間可能有利息嘛 我利息可能是我要還他一百一十萬 那就是我給了一百萬之後呢 我另外再加十萬給他 那通常這一種 就是已經是往來過非常多次了 就是很多人家所謂的老客戶 然後有些人是像開店啊 要借錢暫時周轉的這一種 他們通常會講說 那意思就是說 像有一些兄弟可能是亡命之徒 或者是像有一些他可能是槍擊要犯 他可能夜十天一起 他有可能就會被抓走 或可能會被幹掉的那種 就通常現在大家都不太敢放款 好比說借一些勞工朋友啊 其實通常兩萬塊三萬塊 像他一天工是一千五百塊嘛 那你到最後你還完之後 你要還他三萬塊的利息 變成放款的人他可能也會收不到 然後最後可能就槍掉了 所以總規矩啦 借錢還是去拿借比較好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什麼叫高利貸呢 就是 當你一年的年利息超過20% 都稱為高利貸 那為什麼人家會說你借一百萬 那他放一百%呢 那並不是說你借一百萬 你的利息是一百萬 他是用一年的利息來算的 所以呢你用一年利息你可能借一百萬 那你可能到時候要還人家是一百一十萬 他可能就是十天或是一個月 他那個有的時候借起來非常可怕 一百一百% 甚至曾經有天工幫到幾千%以上的 那個利滾利息滾息 滾到後面鑄草息 那為什麼他八十萬他借起來是七十六萬呢 因為他的利息比較少的原因就是 他拿了地氣去抵押 他拿了房子或是拿了一些有價證券 當你拿了月貴的東西去抵押的時候 通常你的利息就比較少一點 那你如果是一口溜溜的時候那你沒有利息就高 總而言之信用為重啦 我們還是像我們一樣當現金組織的人是最好的 有什麼東西盡量不要借 有多少屁股又做有多少事 其實話說回來 像阿基他要做那個什麼四面佛佛像 他不用跑到泰國去做 他也不用跑到國外去做 其實你找我做就好啦 看你是要做FRP的 還是你要做黃銅的 還是你要做Alumi的 這種東西找召生少年 簡單啦 其實我是阿基的話好 我就會再去借個四萬塊 然後把利息變成比較少 他一定有一個對的 先把他補回來 你怎麼知道 我跟早上說要起婚教 起婚教 好 暫停 大家有沒有聽過起婚教 就是起婚教你就看到很多人有沒有 家裡的那個頂樓 然後會把那個個子放飛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人出來再揮旗子 那沒有然後再讓個子回來 那個東西就起婚教 其實台灣起婚教非常的厲害 大概就像這樣 台灣齁在玩婚教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厲害 一年的產值大概是700億台幣 他從1960年開始呢 他原本是個工會 然後之後他變成了四人舉辦 然後他因為參雜非常多的 就是龐大的賭金 跟地下的利益勾結的關係 所以他們現在為了公平起見 通常就是只能用 三到四個月的鴿子然後來比賽 那他比賽一隻鴿子 一輩子還能夠只能比一次 他們就是為了防止 就是萬一在鴿子當中 你們突然出現了一個飛鵝補師 那個以前那個游泳健將 他每次叫他出去就贏了 他一直贏 一直贏 然後永遠就贏到翻天這樣 照正常來說其實一隻鴿子的壽命 應該在15年的上下 但台灣最誇張的是 鴿子的壽命大概是3到4個月 為什麼呢 要麻煩拿去比賽鴿 要麻煩拿去烤來吃 那在台灣的賽鴿他通常 3到4個月拿出去比賽的時候 100隻裡面大概存活率就是1% 那給1%的鴿子 它能夠安安全全的 回到它的巢穴裡面 但是呢 通常這隻鴿子因為長期的訓練 跟狂風暴雨的摧殘之下 通常那隻鴿子 股不到4歲 大概就會掛掉的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殘忍的運動 半魂就要賣勝 有人想要買這台嗎 我現在就是要丟掉也不是 要放的也不是 就佔位子 有沒有網友喜歡的 喜歡嘉義 好 再來吧 好 大家注意看喔 在這幕的時候其實 導演他們特別帶過了這個畫面 有沒有看到 一般人就是覺得就是下雨天 然後就泥沙這樣推吧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導演在前一幕的時候 給了大家這個畫面 然後下一幕其實就出現了 阿全被開單 你來看我開單喔 為什麼啊 有什麼啊 有啦 我們講千醜萬醜 其中一個問題 沒聽到你是有實在理會喔 欸 你叫理會出來蓋啊 沒聽到你蓋 蓋到你麵蛋啦 OK Postgame 不是Ozgame 暫停 Postgame不是以前我紅綠那個 Postgame 大家有沒有聽到就當中他講了一個 就是我要開個人還是開公司 環保局很偉大啦 環保局這樣環保局應該怎麼樣 很棒 環保局很棒 通常不管是噪音 還是污水 還是各種污的沒什麼 其實都有分兩個條例 一個叫做開個人還是開公司 有時候真的被人家檢舉了 比較好心的一些環保局的人 他就會問說 阿你是公司的嗎 還是你自己個人 但是明明你做的是同樣一件事喔 但是在我們偉大的政府的教育之下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企業做壞事 不管你企業規模是一兩萬人 還是企業規模是兩三人的小公司 開公司的費用就是不一樣 2萬塊起床 那如果今天你是開個人 就個人個體服就是一千兩百塊 在片中這就是做工業的無奈啦 所以無論如何 千錯萬錯就是做工人的錯 反正一定不會有一個老闆出來擔 你就好心出來擔 但是像我這種老闆 好 以前幫我做工作的人開單 我全吃 那通常人家是說 你有找理由嗎 你有找什麼來開店 但是 有時候其實賣好啦 就是有的時候 台灣就是一個很棒的社會嘛 就是有一些地下階層事情可以喬嘛 但是有時候你開一張店 沒有一千二塊 你還請人家吃分拌一桌 也要六千塊 那邊也賣好 所以 微君就把你吞下去了 比較實在的 好 繼續吧 好 你看這幕 有沒有看到 他的T恤 超經典的音樂 他放在駕駛座的衣服呢 其實非常的經典 什麼都來個T恤 年輕人的氣味 世界百大經典搖滾樂群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紙包酒 雞包紙 紙包雞 其實在工業裡面有非常多長久的方法 就是大家可以看我們工業調酒的那一集介紹 我小時候其實有想過想要養小鱷魚 但我就想說長大之後他不知道要怎麼辦 我當時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原本還第一次以為說 他鱷魚 就變成拿來做早餐把它吃掉 大家看到我們在工地旁邊都會有一些早餐車 如果這個早餐車他不是在工地旁邊 他應該就只是一般的早餐車 或者是在學校外面的人那種早餐車 然後尤其做工的人非常喜歡吃飯 然後像我們台中 就是熱業路的旁邊 那其實有一個飯糰它爆炸好吃的 就是他每天就像要抽號碼牌一樣有沒有 就大家圍在一圈 一圈然後看在阿姨在那邊表演 在那邊包飯糰 飯糰我覺得認為他在工作上面最強的優勢 就是你吃兩口你可以把它放在口袋裡面 讓你繼續工作 然後嘴巴在那邊 有點啷 走走走走 那就拿起來吃兩口 然後繼續做 那通常在工地旁邊的早餐店 他還會身兼為小蜜蜂的責任 什麼叫小蜜蜂咧 有沒有那個靶場 或是男生就是有些當過兵的 就是現在一年 以前一年兵兩年兵的 就是有下基地有沒有 然後旁邊都會有那個 明明就是寫著 軍事重地 閑人屋盡 那旁邊那個小蜜蜂的阿姨 或是那個阿公 就會騎著 摩托式這樣 後面再開槍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在賣肉桿或賣雞排 工地的小蜜蜂有一些還可以幫你煮泡麵 它裡面還會賣阿比亞 它裡面還會賣檳榔 尤其是各位朋友 如果你今天便秘的時候 去那邊喝一杯奶茶 馬上順暢 好啦 在這個時候第二集就結束了 其實總結以上呢 就是第二集的小彩蛋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第三集 其實第二集跟第三集喔 真的沒有什麼工業知識 都是一些偶戲殺 但是這種偶戲殺的東西 我最會的 好啦 繼續 說這個東西是你高中時期的 我在第三集的時候 我個人超在這一段 你看我看裡面那個阿轉 就是以前大嘴巴MG40 就是他這一齣戲完全演到我覺得 太欽佩了 我覺得他真的演得太棒了 我真的覺得他應該可以 拿個金鐘獎 來 各位站停一下 各位朋友有沒有曾經 在一些就是路邊的市集 還是在一些鄉間小路當中 你會看到有一些奇怪的老人 或是奇怪的人 擺著地毯 然後上面賣的一些古董 古物有沒有 尤其像這種東西 他就跟你講說 喔 這是我那一早 什麼清朝時期的時候 你看 這面上都生銅綠耶 這銅綠的東西 好像放了一百年二十年 到有耶 通常古物 除了陶器之外 第二種最容易拿來詐騙的就是銅 那銅製品 它有分成 紅銅 青銅 冰銅 它有一種雜銅 或者是叫FRP銅 我們叫FRP銅 就是它明明是剝微 然後它上面用塗料 把它塗得像黃銅一樣 如果今天你看那個銅件 上面有一種小氣孔 小氣孔 那你把它敲下去的聲音是比較像是那種 咔咔咔咔咔那種就是 它用FRP罐 它其實不是銅件 那另外一種人家說的那種青銅 就是要放到圖裡面很多年會買出來的那種 就是青銅色像銅綠的這種顏色 其實它在工業裡面 它只要加上硝酸銅 然後加上一把火 你只要經過高溫燃燒之後呢 讓氧化物附著在上面它就會產生銅綠了 所以各位朋友 請大家不要再被這種奇怪的小技法受騙了 那如果你有任何相關古董的問題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也不懂 所以我們會請專家來告訴你 那這類的東西 有時候會出現在路邊嘛 還有有時候會出現在電視上 尤其現在在網路手機的年代 最容易出現在網路直播上 大概就是像這樣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現場來表這件 來當代藝術家許田瑞的雕塑 在這雕塑呢 今天五百塊不用 三萬塊也不用 今天在表什麼 有自己來看自己 沒有自己來看主意 來各位朋友這個東西 金融集中的每秋每秋的東西都賣 今天你自己多少 來多少 來現在網友常常常來上線 來有教你的人刷一個漢堡 來有教你的人來刷一個超認真的手勢 那如果今天有看到這裡看主意 那如果現在沒有在銀行做 那一百塊給你拿下去 都來給你贊助一下 那總而言之各位朋友 大家在線上買東西 真的要小心要注意 自古以來有講過一句 經典名言最重要的話 免錢的最貴啦 便宜的一定 不一定啦 不一定你好運啊 你覺得你是你好運比較高 還是你美好獲得機率比較高呢 那第三集的最後呢 其實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個 這個風花水月的做工人的生活 五金就是沒看白 是不是貧窮限制了各位的想像 大家突然會不會覺得很衝突 白天的時候 就是在那邊弄著陳真張立希 現在好像晚上當皇帝一樣 其實這個就是在 很多工業界裡面大家的習慣 反正就是今天轉一轉 他就把它拿去划掉 好小帥哥要去桑姐了 小帥哥這個時候應該 就可以這樣子了 年輕人的時候 老了的時候就這樣 好我們就開心了 大家這個時候就看到什麼李K店 然後什麼男女修手 他裡面也有做黑的啊 做白的啊 做各種顏色的 然後勒 有時候你喜歡泡腳 然後有些人 等一下 他這集看起來比較瘦了一點 為什麼 是因為角度的關係嗎 來大家可能有看我們第一集的時候 有看到這個胖子 不是 有看到這個作家 我們在第二集一樣幫他廣告一次 來柯慧琴去買這兩本書 第一本做工的人 第二本如此人生 是的沒有錯 他又出現啦 他就是我們在工業界調酒的 林博士林教授林老師 而他也是我們這個劇集裡面的原著作 就是作假林立青做工的人 而他在作工的人這個影集當中呢 其實就是取之於 就是作工的人這本書裡面的其中一個章節 除了這一集之外 其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 我歡迎大家去買書來看 我會想一件事 就是這個東西 要稍微沒人轉那麼久 來來來來 收起來收起來收起來 這樣舒服多了對不對 其實作工的人 他有非常多的休閒娛樂 好比說去按摩店啊 好比說去掉下啊 然後三溫暖啊 打電動啊 還是說去喝茶 像喝茶裡面就有分成 高山茶 外國茶 然後又有分什麼 台專茶 台間茶 然後台茶 圓茶 這些我真的不懂 好總而言之 其實工業的人他娛樂有非常多種 當然也有很健康的 打打籃球啊 看比賽啊 玩樂魚啊 還有什麼 我想不起來我什麼健康的活動 爬山啊 游泳啊 反正總而言之 就是大家很多的休閒娛樂 都不一定是要來玩這些偶遞啥 記得把錢存起來 把錢拿來買工具 買完工具自己從裡面 才能夠翻身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有任何相關的工業知識 你都歡迎在下面的留言來留言告訴我們 那別忘了 記得分享跟訂閱我們的頻道 繼續支持做工的人 跟支持超認真少年工業頻道 下一集的一開始呢 就會教大家 如果你的工業工具被幹走了之後呢 你應該要去哪裡找 那我們下一集首播結束之後 我們超認真頻道集合囉 大家再見 掰不 今天你想要就是 喝手腳茶有沒有 你就可以打Google打外送茶 然後你就會有很多資訊 你都有很多種茶 那這東西我真的不懂 大家懂的人 可以幫我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大家